本来我去西西湿地只是顺便看一眼入口的博物馆 但进去以后我发现很有必要单独做一期视频 给你们展示一下博物馆里有看到那些宝贝 从西西湿地东南侧西西天堂走进去 从这个入口进去就是中国湿地博物馆 博物馆的墙壁上介绍了各种湿地相关的知识 包括什么是湿地,湿地的类型 每种湿地的细分等等 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半米长的大车区域 接下来是各种前所未见的珊瑚 像杨渡君一样的吃牙鹿角珊瑚 像大脑沟壑一样的鹰针叶珊瑚 像长满鹿绒的苍珊瑚 红红一大头的生珊瑚 像缠满线圈的中华扁脑珊瑚 像灵芝一样的小帽状珊瑚 估计这名字也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取的 如果是我先发现的 现在它就叫灵芝珊瑚了 其实玻璃罩里还有很多我没展示的品种 还是建议大家亲自来看一次 右边是各种稀奇古怪 形状怪异的海螺 每次在网上看到有人烹饪大海螺 我都会在下面评论 能不能把壳卖给我呀 所以看到眼前的这些海螺壳 真的好想拥有它们的 再往后是各种螃蟹 从我们平时见到的小螃蟹 到一米多长的大螃蟹 总共有几十种 最大的那种叫做干式巨鳄蟹 是世界上最大的甲壳动物 再往后是各类海胆 万万没想到海胆不只有圆形 还有这种 这种 这种 世界真是奇妙 博物馆里还有关于各地 湿地的民族文化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的看 博物馆里还有一张 世界湿地分布地图 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 在这里拍照的 下一期视频 我们一起走进 西西湿地的内部去看一看 感谢观看